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關心天氣的狀況 今天受到 共和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去上郊 占對到十七的館市 來發佈到 激溫的迪步 今天開始 我們都有六港 十多以下的機會 而且一路 一直關到七五 說明天在 七三的早上的最冷 台南伊伯和東北部 會降到十多去十二度 控制地區 還有可能的六港 到八度 要路四月 去上郊說 因為這個花南粉紅區 已經離開 已經來專打冷了 所以這個狗山 已經沒什麼機會 來路四了 剛才講到 要是講到 全台灣的運動一直下降 上郊的三個 都要贏出錢 因為台南人氣團 要來台灣 這段是比較打冷的 最期在的報道 減少運動會繼續下降 上郊的時間點 會在今天晚上十九 明天早上 我們有過馬祖的低溫八度 金門還有中國 東部以北的低溫 十到十一度 再來是東北部的低溫 大約十二度 另外花蓮和高雄的低溫 大約是十三度 其他各地則是十四十五 這段冷氣團的頂級 在大約冷氣團 和共和大約冷氣團之間 起上郊也尊隊 全台灣十七台官司 發佈激溫特報 包括新特 廟六 台東 台南 宜蘭和花蓮 都會出現十多的激溫 這人心白通風 是感到是一個頂號 代表金管 會一直有十多 以下周遇的激溫 不過這段冷空氣 豈有可能會漏洩 這段冷氣團的一直影響到百五 百六氣溫 就會流得比較快 提醒有什麼 更一般的民眾 一定要特別注意